各位早晨 大家都知道 夫人 是一個熟靈的好姐妹 她之前很少去看恐怖片 但現在她已經算是 九經訓練 在家裡 65寸大電視 我們已經看過很多恐怖片 《Conjuring》 《Alien》也看了很多 應該是比較多《Alien vs Predator》 我也不太記得和她看過什麼 《Alien》也有看 所以這次見真章 我就帶她去看新的《Alien》 直接進戲院看 看看她的反應是怎樣 待會跟大家報告一下 她看電影是怎樣 我覺得這也是反映出 出戲是害怕不害怕 因為夫人 其實她很容易看電影看得害怕 其實是 這部是新的《Alien》 在時間線上 這部以我理解 她就發生在《Alien》 和《Alien》 即是第一、第二集之間 即是第一、第二集之間 即是她的故事是說 有一群 即是有一群 即是有一群 類似飛船 或者是太空站 那樣的東西 即是她們覺得 咦?她們上面 應該是有一些資源 她們可以拿 得到那些資源之後 她們就可以一群人 例如 搭飛機 各樣東西 去另外一個更好的星球 過一個新生活 所以她們去了太空站 去找那些資源 當然 當她們去到太空站之後 她們只有幾個人 不是一群人 她們去到之後 當然 有異形出現 他們就要 逃命 即是 不死 是一齣電影 首先說這齣電影的樣子 我覺得異形的樣子 也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異形第三、第四集 其實我最不喜歡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她們的樣子 即是 即是 第三集的設定 她就在監獄裏面 即是監獄她 她有她的感覺 即是 我就是覺得很 boring 即是 很不好看 即是看的時候 很不享受 至於第四集 她就簡直 顏色 搞得鬼馬鹿 黃黃的 即是有一種 屎的顏色 即是 即是我很不喜歡她那種 Asthetics 即是 我就是不喜歡她的樣子 所以我覺得 這齣電影 她的樣子 是比第三、第四集 好多的 即是 是 好看 即是 從 美術的角度來看 是漂亮很多 即是 容易 容易看很多 即是我的感覺上就是 她這一集 她走的那種路線 是 傳統 即是比較傳統的那種 恐怖片路線 即是 有點像 slasher movie 即是 有一班人 然後被 被一些異形追 或大或小的異形 被他們追 就嘗試 逃命 即是 她裡面 是沒有 即是 即是 是沒有 Cosmic Horror 那種 感覺 即是 其實第一集的 Alien 她是 兩者都有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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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後半 印象深刻 那些 其實就是 有隻 異形 在追殺 那些人 那樣 即是 好像 slasher movie 即是傳統 恐怖片 那種類型 但其實 頭半 有些人都覺得 很恐怖 即是 Cosmic Horror 那種感覺 即是 他們在星球 即是 現在也還有 即是 有時上網 看到有人會 發照片 其實 異形第一集 最恐怖 他們覺得 就是 就這樣 有一張很大的 椅子 不知道有什麼 發生過 因為 人類 對於 不知道的 東西 本身 就是有一種 恐懼感 其實 它是 兩種 元素 都有 以我的理解 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 例如 Prometheus 就是 把 Cosmic Horror 那部分 就是 注重 那一個部分 就是 在說那些 創造者 被造的 事物 就是 變成 走 科幻路線 我自己 就很喜歡 這個 就是沒有那部分 就是 很 就是 他在設計 設計 那些 角色 但 問題 就是 那些角色 基本上 除了 女主角 和 大佬之外 除了 那兩個角色之外 其他角色 全部 都是 都是 不是 有趣的角色 所以 花了很多時間 在聽他們 聊天 從中 你知道他們 多些背景 但是 無奈 他們 不是 有趣的角色 你心裡 都知道 那些角色 唯一的目的 就是等死 其實是 他在恐怖片 他要有一定的身體 的人 是拿出來死的 所以 那部分 那個感覺 是比較 沉悶一些 還有 有點覺得 好像在浪費時間 一樣 因為 都花了很多時間 讓他們 在那裡 說話 那 那 就是 連阿夫人 也是這樣說的 我們 說 其實他覺得 那一段 是浪費時間 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感覺 但是 當他們 上了 那個 太空站 去到那個位置之後 當開始 真的有 行動的時候 他們的動作場面 都頗密集 都頗多 感覺上 好像 你以為完了 但是還未完 我覺得 娛樂性也頗高 我挺開心的 那一部分 但是 我不覺得 特別恐怖 我覺得恐怖感 是不高的 其實 不單止是我 連阿夫人 也不覺得恐怖 所以 阿夫人 看這部電影 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阿夫人 有一兩個位 她有喊出聲 但是 那些 不是 出氣 很恐怖 所以 她害怕到喊出聲 那些 純粹是 一些 很便宜的 jump scare 我覺得 jump scare 也有好的 jump scare 和不好的 我覺得 比較好 可以接受的 jump scare 就是 它的配音 是 合理 例如 你跌了一本書 到地上 她拍一聲 然後 在電影 她又拍一聲 你覺得 那個 jump scare 是合理的 但是 另一款 的 jump scare 純粹是配音 那個 簡直是 跟電影 發生的 是完全不習慣 那些配音 純粹是 嚇救你的 那些 配音 例如 我不是說這部電影 純粹 例如 有些電影 例如 他吊著一條死屍 例如 吊頸 有一個人吊著 在那裡 你吊著 人是沒有聲音 是不是 你不是 掉了東西 在地上 然後拍一聲 你吊著那個人是沒有聲音的 但是 你幻想一下 畫面 你看不到那個人 但是 他一轉身 一轉鏡頭 突然看到 有人吊著 在那裡 瞬間 那個人的樣子 然後 他弄了一個很大聲的配音 嘩 但是 我剛才說 你吊著那個人 是沒有聲音的 配音 純粹是嚇唬你的 我覺得 那些是最差的 jump scare 這齣電影裡 他有那類 很差的 jump scare 很便宜的 jump scare 我不會說很差 很便宜的 jump scare 很便宜的 jump scare 是便宜的 OK 在這齣電影裡 我覺得那個女主角不錯 之前我看其他電影 我有看過她 我不是特別喜歡她 例如 Civil War 我挺喜歡那齣電影 但是 在那齣電影裡 我不是特別喜歡看她 所以 在這齣電影裡 我覺得她是OK的 有一些角度 她是有少少 像 在 Alien第一集 裡面那個 Sigurney 那些位置是不錯的 還有夫人 她說 她覺得她漂亮 我不覺得她漂亮 但是夫人覺得她漂亮 OK 但是我覺得 在這齣電影裡 最突出的角色 不是那個女主角 而是她那個 大哥 那個就是一個 最突出的角色 我覺得那個才是 那她在這齣電影裡 她的動作場面 是有一些新的idea 是設計得不錯的 你感覺到她是花心思 度過的 是不錯的 例如有些位置 她要很靜靜 或者靜雞雞 她靜靜雞 是很靜地 去經過一些異形 不讓那些異形發現 雖然在那部分 她搞了 因為有個人一直在 聊著電話 聊著電話 說要靜雞雞避過那些異形 神經病 她在那裡聊著電話 有那些部分 又或者有一部分是零重力 那些都是設計得相當不錯的 那些action sequence 但是整體來說 她是局部的動作場面 她有一些新的idea 但是整體 她沒有任何新的idea 她的異形 都是異形 我想過了這麼多年之後 我想可能是 純粹就是 不可能去 再 improve 去再設計 有些更好的idea 去設計 那個異形 異形就是異形 已經去到設計的頂峰 沒有再好 好像未來戰士第二集 T1000 好像水銀 那隻東西 那個也是 她設計了那隻東西之後 後來拍了這麼多集 試了這麼多次 她沒有新的idea 可以再想到出來 最好的就是這樣 她沒有再好的 可能異形也是 已經是沒有可能 有更好的idea 那她最後 那隻 大哥 那隻的異形 她是一個新的設計 但是我不覺得 她是特別好的設計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差了的設計 我覺得是 例如比起第四集 我覺得第四集 那隻更好 比起這部電影 比起這部電影 更好 比起這部電影 更好 那這部電影 整體來說 我覺得是一部 好的異形電影 它肯定是好 比第三集 我喜歡它 比第三集 比第四集 但是我沒有喜歡這部電影 多過 Prometheus 和Covina 我喜歡那兩部電影 多很多 同時有 OK 所以這部電影 我給她的評分 我想是 C加和B減之間 這樣 那我可能 要將來再翻看 才可以 想得清楚 那現在呢 我暫時放在C加那裡 OK 但是我也不排除 將來我翻看 可能會更加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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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phas 我想解一下 今天的 BYSEC 在加速箱中 哪些 系裡